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增近4,900宗确诊 多3个患者离世 陈国基说入境检疫0加3 是目前最恰当的安排 有接待海外旅客的旅行社反映 不少旅客仍然却步 长新内容 政府说已经收到伏必泰针对Omicron变异病毒株的二架疫苗加强剂申请 但目前未有公广时间表 有专家估计最快明年1月才会公港 呼吁市民继续接种第一代疫苗 不少药厂针对新冠变异病毒株 研发出第二代加强剂疫苗 欧美和内地等相计批准接种 政府说已经收到伏必泰的相关申请 今次针对的是BA.4或5 即是现在本港流行的病毒株 当局说将会交给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审视 似乎对方的意见再决定是否批准 强调致力争取有关疫苗尽快公港 但目前未有确实的时间表 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暂时未有开会的时间表 相信要先等政府审核资料 呼吁市民不用等待打加强剂 第二代疫苗刚刚是9月份才有生产 它现在主要是欧美市场用 香港我估计要到1月初才会有 如果你够时候要打第二、第三、第四针 就尽快打 因为都说过很多次 第一代疫苗的T细胞功效 是不受变种影响 仍然可以保护减重症和减死亡风险 不过海外部分地方愈来愈多个案 涉及新变异株BA.2.75 二代疫苗是否同样有效呢 许树昌认为都有效 他又引述有研究显示 本港现有的抗病毒药、垂德西韦和两款新冠口服药 对BA.2.75都有效 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就说 BA.2.75和BA.5之间只有三个位置不同 相信二架疫苗都可以针对BA.2.75 政府说本港现时提供的两种疫苗安全 并且有效预防重症和死亡 呼吁尽快接种足够的针剂 尤其是冬季有可能同时受到流感夹击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说 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大约五个月抗体会下降 建议年满18岁人士冬季前打第四针 又说出现一种抗药性强的新变异病毒株值得留意 现在政府建议年满50岁或者高风险人士长期病患等 打第四针新冠疫苗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8至9月访问了506名市民 当中近七成打了三剂疫苗 接种四剂的只有6% 学会说参考美国数据 打了三针mRNA技术的疫苗 例如伏必泰 减少住院的有效性 由接种之后头两个月的九成一 降至四个月之后的七成八 呼吁年满18岁的人士冬季之前打第四针 去到11月、12月 你的抗体水平刚刚过了六个月 即是说你的风险又高了 所以不如打第四针 因为你打三针都没事了 为什么不打第四针呢 他又说外国有研究显示 接种三针之后出现长相关的机会 较正是打一针或者两针低 崔俊明又提醒另一种新分支 BA.2.75.2更值得留意 虽然现在占全球的个案只有0.5% 即是感染了这个BA.2.75.2 你的治疗药物是全部有抗药性的 除了一只 不过那只不是香港的 如何预防BA.2.75.2呢 就是第一 戴口罩 第二 打加强剂和这个 Additional booster 即额外加强剂 他说就算接种现有疫苗 只要打齐四针 根据德国一个小型研究 其产生的抗体仍然可以抵御 BA.2.75.2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月报道 本港新增4,890宗新冠病毒国案 输入占328宗 确诊数字连续第四日重上4,000宗水平 本地感染有4,562宗 区医院外科南病房上星期四开始 经检测发现三个病人确诊 年龄介乎41到73岁 正是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 有关病房已经停收申请和探访 远方也都已经在相关地点 彻底清洁消毒 并会加强執行感染控制措施 包括所有在那间病房的员工 都需要佩戴N95口罩 六间安老同残疾院舍 一共8个院友同一个员工确诊 34个院友需要检疫 两间学校各一班需要暂停面受货一星期 再多三个患者离世 第五波疫情至今一万零五人死亡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凌家三入境检疫安排是目前最恰当安排 但有接待海外旅客的旅行社反映 不少旅客对措施仍然缺步 希望当局能够进一步放宽至凌家零 凌家三变酒店隔离入境安排 实施近两个星期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 说留意到旅发局表示 各区的旅客咨询中心迎来不少的海外旅客 他也留意到有很久没有回香港探身的旅客 趁机会来到香港和家人共聚 也有不少的市民准备外游 他说过往的强制检疫 无可否认或多或少影响了海外旅客来港 和港人外游的意欲 政府明白商界对放宽防疫政策 抱有很大期望 但必须在抗疫路上审慎平衡风险 现行安排是在风险可控下 维护民生活动和香港竞争力 尽量给社会最大动能和经济活力的一大措施 强调凌家三是经过内部仔细讨论 深思熟虑之后的重要一步 认为是目前最恰当的安排 看入境处的机场入境人数记录 自零加三十支以来 整体人数都录得升幅 至今有百万多人入境 但当中有五万六千多名本港居民 占整体近七成 另外内地客占两成 至于海外访客就只有八千一百多人 刚刚达到一成 有专门接待东南亚旅客的旅行社说 零加三十支至今 每天都只是接获小量查询 至到现在还未开单 到了香港的头两三天 都不可以去其他的景点 又不可以去食市吃东西 你只是买饭盒的 我相信他们的吸引不大 最重要的是 另外他们就说 我们第二天到了香港之后 都还要PCR测试 这件事对他们来说 是有点点叫做吓死的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这两个星期之后 对我们的旅游界 是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他期望政府最迟12月要推出零加零 相信可以刺激盛诞旺贵的入境人流 和带动本港经济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不道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声说 海外出现新变异病毒株 加上新冠流感双重夹击令人担忧 但是否会对公立医院造成极大压力 甚至影响入境检疫进一步放宽 似乎多个人熟 本港疫情近期平稳 不过政府提醒 新变异病毒株BA点2.75 成为部分国家的主流 而输入个案阳性比例增加 加上预期今年流感会夹击 不能调以轻心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声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卫生署暂时发现到 几宗BA点2.75的个案 而有限的海外数据显示 它的重症比例和本港现在流行的BA点5差不多 他说近日入院的人数微升 虽然与输入个案是无关 但不能松懈 看回我们鄰近地区 很多时候如果有新的变异病毒株 那个占物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 需要住院的人数都会高了 或者确诊的个案都会高了 但当然这个时候多个因素的影响 连同流感夹击会否严重影响本港公营医疗服务 甚至不应该在这段时间放宽入境检疫 去到零加零 高拔声就说 仍然要考虑疫苗接种率能否再推高 还有没有及时求医食药等多个因素 如果单纯参考疫情前冬季流感高峰期 非近级服务影响不算大 以往通常我们都是短时间的 例如一两个星期 所以就不会出现好像上两个月那样 要比较明显的调整服务 很多时候我们始终怀孕社会 很多朋友譬如你说预约手术 他都要过年先 过迷新十五 諸如此类 所以一方面的需求就没那么大 香港我们可能戴口罩比较多 这方面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相反呢 甚至北半球这些国家 他今年年初他都有爆发流感 所以变相免疫的保护会会会多些 我们一路都没有爆发 免得保护会会少一些 受到夹击之前 非紧急服务仍然未能恢复到百分百 郭博星认为与疫情无关 而是近年医护 特别是麻醉科和手术室护士的流失严重 随时去填补人手 他期望透过大湾区医护交流计划 分批有内地医护来香港 在疫情高峰的时候 可以同时补充人手 母线电视记者陈介印报导 稍后回来会报导 陈密波说 香港在金融、债券等都有优势 跟新加坡比较时候 无需妄斥逼 也不用回避不足 俄罗斯连接克里米亚大气爆炸 俄罗斯说 在湖南南部的俄军部级未有受影响 回来新闻时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本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下跌 是受到疫情限制往还等短期因素影响 又说跟新加坡比较 不用妄斥博 也不用回避不足 原本大部分时间 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第三的香港 最新跌至第四 被新加坡超越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 说如果细体内容 香港总得分实际上加了10分 升幅较排第一和第二的地方多 只是疫情限制本港对外往还 可能影响很多金融从业园 对香港的总体印象 拖累排名 他又说不少人都将香港和新加坡比较 不过香港在金融债券等等都有优势 尤其金融服务市场 去年数字计港股市值超过42万亿 合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 分别比新加坡高出7倍和2倍7 港股去年全年总成交额有41万亿港元 比新加坡高出超过20倍 不过他承认外汇方面 服务于多币种东盟地区的新加坡 较具先天优势 但香港也有很强的基础 是全球主要美元交易中心之一 和境外人民币最大宣扭 陈茂波承认本港未来面对挑战 包括市场竞争变得更加尖锐激烈 不同经济体或者更大力度抢企业、抢人材 强调本港要认知自身优势和不足 做好制度、政策以提升竞争力 他又说不少与会者反映 下个月2日在本港举行的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只得一天有些二人未进 金管局将会联同金融学院 在峰会的第二天 争办一场国际投资对华研讨会 无线电视记者 李游昆报道 位于葵仓油麻坎路的过渡房屋 起刑将会在明年第二季落成 提供220个单位 主要是小单位 这个过渡房屋项目起刑 共有220个单位 大部分是一至二人单位 亦都有四个三至六人和无障碍单位 其中三至六人的单位大约300尺 有两间独立房和一个独立厕所 负责营运的社区组织协会说 所有的单位都有特大窗户 入住的人可以有不少过7平方米的人均居住面积 亦都有基本的装修和消防设备 有参观的市民说 环境较现在的居住单位好 租屋出面租了五年多了 六年了 一家四口地方很迫切 希望政府可以建设一些公屋 或者建设一些过渡屋 租了一些都是有些漏水 现在都是住天棚那些屋很困难 协会说全湾区的劏房居民 占了全港近一成 容许当区及葵青区 轮后公屋至少三年的人优先申请 成功申请的人一般最多可以住三年 但现在轮后公屋平均都要大约六年 如果其实他不是很久就会有公屋 我们会着情看他可不可以住长过三年 除非他真的还要很久 不知何时才上楼 那些事就真的可能要换人 他可能进来那时都等了三年 或者是有些可能刚刚有些着情了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 不要再叫他搬来搬去 所以我觉得是有些家庭 或者一些情况是可以着情再延长 项目的这个位置原本是高贴地盘 土地曾经进行隧道挖掘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就不适合拿来起早盒屋 日后会拿来做休息空间 母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国际方面 潮仙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北韩凌晨再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导导弹 射程大约350公里高度大约90公里 有南韩观察家认为根据射程和高度来看 今次发射架导弹参数 与北韩日前发射架超大型火箭炮KN也不相似 日本副防卫大臣井野晋南说 两枚导弹都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美军印太司令部声明说 有关试射突险 北韩大杀伤力武器和弹导导弹破坏稳定的影响 今次试射正值北韩劳动党建党纪念日77周年前夕 也都是两个礼拜内第七次发射导弹 而深夜试射就是今年来第一次 韩联社讯述专家说 北韩近期先后在不同时间试射 可能是要展示它拥有随时随地 发射弹导导弹的能力 随着北韩威胁升级 南韩情报部门早前估计 北韩最快今个月16日核试 当地传媒报道 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 当局强烈考虑宗旨 在18年达成的平壤共同宣言 以便扩大前线空中偵察区 和实弹射击困连区 平壤共同宣言18年 由自因南韩总统文在寅 和北韩领袖金正恩签署 两韩承诺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北韩同意永久废弃东窗里导弹试验场 和考虑宵毁零边核设施 无线电视机枝与明珠报道 在北京 外交部说 希望朝鲜半岛各方通过对话协商 均衡解决彼此关切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也注意到美日韩持续在半岛周边 搞联合军演的情况 美方应言行一致 将对朝没有敌意的表态落到行动上 为重启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条件 乌克兰东南部城市习北罗热再次受到袭击 最少12死几十人受伤 而俄罗斯连接克利米亚大桥爆炸 导致桥面局部倒塌 俄罗斯国防爆化 在乌克兰南部的俄军部级未受影响 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尔 就掌划受到俄罗斯的导弹攻击 多栋建筑物损毁严重 包括一栋留高九层的大厦 另外五栋住宅大厦几乎移为平地 救援队伍全力抢救 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伤者包括六个小孩 当地近日接连受到攻击 国际原子能机构担心会波及附近的核电厂 至于铁路公路两用 星期六发生爆炸的克里米亚大桥 当局说公路已经重开 火车服务也已经恢复 星期日会详细检查大桥损毁情况 大桥被指是俄军重要補给线 俄罗斯国防部就说 在乌克兰南部俄军的補给 可以经陆路走廊和海路补充 未有受到影响 总统普京就签署法令 加强克里米亚大桥等基建的保安 全权交给联邦安全局负责 联邦安全局旗下有打击恐怖分子的特种部队 俄罗斯有国会议员要求普京 宣布对乌克兰的行动改为反恐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任命陆军上将 苏罗维金 统领俄军继续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苏罗维金曾经参与俄罗斯在敘利亚的军事行动 没多久之前获任命指挥俄罗斯南方的部队 部队早前在顿巴斯的攻势发挥核心作用 加强俄军进攻的效率 美国财长耶伦批评石油输出国组织 计划减产損害全球经济 耶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刻说 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对全球经济 特别是正在应对能源价格上升的新兴经济体来说 没有帮助而且不荣治 指美国非常担心发展中国家和他们面临的问题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他的盟友 早前公布下个月开始 每日减产200万桶 相当于全球能源需求达入2% 耶伦又说到俄乌局势 派评多个国家虽然承诺向古克兰提供具额经济援助 但迟迟未拨出款项 认为有必要尽快落实 美国国防部签署豁免恢复交付 未经授权所用中国合金材料的F-35战机 或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国防部星期六签署豁免文件 容许使用未经授权中国合金的F-35战机 恢复交付工作 有关决定将会实施至相关合约 最后一架F-35战机完成交付 预计是明年10月 合约一共涉及126架战机 美方表明相关零件不符合国家采购法 但基于国家安全利益 接收这批战机是有必要 根据美国国防规定 禁止使用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特殊金属 上个月当局要求F-35製造商 洛习马丁暂停交付 说在F-35战机引擎的润滑油泵当中 发现未经授权中国合金 但说涉及的组件没有技术问题 也没有危害战机安全 据报涉及的组件2003年已经开始使用 洛习马丁说组件供应商霍尼维尔 已经密室到美国替代来源 会在下个月生产的F-35中采用 美方十年前也都向霍尼维尔批出豁免 容许在其他F-35的部件当中采用中国磁铁 有内地专家早前说 中国制造早已经滲透到美国的各行各业 说美方在大批生产F-35之后 才发现出现问题 而更令到美方尴尬的是 他们根本无法杜绝来自中国的零部件 除非美国立即停止生产F-35战机 母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导 下一节还会报导 中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为下星期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做准备 中国第一伙综合性太阳探测 专用卫星跨阔一号发射性空 回来新闻时间 中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 上午在北京举行 为今个月十六号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做准备 新华社报导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发表工作报告 并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二十大的报告讨论稿作出说明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换宁 受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讨论稿向全会作出说明 而官方未公布这次会议日程 按往年的惯例 七中全会一般为期是四日 今次会议的议程还包括决定中共二十大具体日程 在北京 外交博说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平均贡献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六 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原则 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贡献更多的正能量 中国专门用于观测太阳的卫星跨负一号发射升空 所得数据将会开放给国际科学界研究 早上7点43分 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 搭载先进天机太阳天文台卫星跨负一号 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参与研发的专家说 今次任务在多项观测太阳的技术上都有突破 过往中国的科学家多数利用其他国家的太阳卫星数据 而透过跨负一号计划 中国可以在太阳物理研究 为国际作出重要数据贡献 天文学界普遍认为太阳活动平均每11年出现一次风期 下一次预计在2024至2026年出现 跨负一号将会趁今次机会研究一池两步 即是太阳瓷场、太阳耀斑和日面物质抛射的形成 相互作用和彼此关联 对航天、通讯和到航等的影响提供预报支援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内地新增1748宗新冠病毒本地国外 内蒙古疫情持续新增631宗 福和浩特市在11日内 累计近2800宗病例 新疆新增436宗 广东就有55宗 当中广州占22宗 巢关近日也出现确诊病例 市政府公布金融疫情除了涉及BF.7 也涉及BA.5.1.7变种病毒 是内地第一次发现 北京新增8宗本地感染 当地疾控中心说 金融疫情涉及10条独立传播链 其中3条已经得到控制 上海爆发新一波疫情新增21宗 普东和嘉定等9个区 今天开始全区核酸检测 上海迪士尼乐园宣布 即是开始暂停部分巡游演出 内地受新一波冷空气影响 多地气温大幅下降 中央气象台预计 冷空气将会进一步南下 影响广东福建等地 继国庆之后 内地迎来新一波冷空气 北部地区出现大风和雨雪天气 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 未来两日将会落大至暴雪 震风最高达10级 而辽宁省和吉林省局部地区 这两日气温降幅最高达12度 去年北京冬奥赛区之一 河北张家厚市崇嶺区 也已经落雪 登地传媒报道 多个滑雪场已经开始造雪 有望月尾进入滑雪柜 四川九寨沟景区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 也落入秋后第一场雪 有望舒缓今年夏天雨水偏小 造成的临居旱情 中央气象台预计 冷空气会持续东而南下 影响广东、福建等地 而受刊近三个月造成超过500万人受灾 68亿元人民币以上经济损失的崗势 也受惠于今次的冷空气 近几日出现雨雪天气 当地气象部门说 将会同步进行大规模人工增月 希望缓解刊情 无线电视机制陈雪仪报道 国务院宣布开放重庆和上海合资格的外资旅行社 从事除台湾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 内地传媒引述旅游业界人士说 今次调整政策除了增加国内旅游业市场的竞争 亦都增加境内外旅游业合作的机会 符合现时扩大开放的总体布局 业界亦都可以趁机引入更多元化的经营理念和模式 提升整个行业的全球竞争力 而根据当局星期六发布的文件 相关安排将会实施至到明年的4月8日 香港建筑师学会在北京举行展览 向内地民众介绍香港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由着北京记者陈卓康说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成就展主题为月介 分为回忆、实现、变进三部分 多位建筑师和艺术家透过多媒体装置 展示香港城市和建筑的特色 以及对未来的想像 防卫会的装置名为广下千万间 将不同年代的公共屋邨 载入一本本图书里面 建筑厨就以灼油的方式 介绍近年落成的公共设施 看到有一些建筑师朋友去转了这个展的这个情况 所以过来看一下 17年的时候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 当时住在湾仔那边 然后住了两三周 确实感觉跟内地差别很大 就是整个城市的风貌 所以当时觉得就是香港的这种文化 确实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吧 就是它一方面是有很多这种人文的历史的东西 另一方面有很多这种自然的这种景色 展览场地由香港的基金会管理 建筑物的砖瓦来自清代胡同等的古建筑 用了大概二十多万块清朝的砖和雅 和公王府拆出来的粮 建筑的时候就是刚好在北京举办奥运之前 北京市内在二环之内 很多因为为了托宽这些马路 很多的胡同和古建筑都纷纷被拆了出来 由一个艺术家和建筑师把它收集了 然后在这个掌台区的地方建了这个百围馆 展览是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的活动之一 完成杭州和北京站之后 会巡回到美国纽约最后回香港展出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楚康报道 转提下 澳门国际马拉松将会在12月4日举行 合共12000个名额今日压门 其中赛程大约4.5公里的迷你马拉松 上午9点接受报名 5800个名额不用半天已经压门 1400个全马和4800个半马名额昨天已经压门 今次马拉松的所有项目起点和终点都截在 澳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运动场内 稍后回来会报道 警方征破近百中电话骗案 拘捕12人包括了3个学生 日本星期二开放免签证自由行 但有调查指酒店人手严重短缺未必配合到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警方征破95宗涉及低息贷款和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骗案 95个实害人合共被骗450万 12人被捕包括了3个学生 行动中检获两部电脑18部手提电话 两支气窗、铁锤以及小量怀疑毒品等 被捕的11男一女年龄介乎15至34岁 今年1月至10月在通话中俄清系银行职员 声称可以提供低息贷款 收取市主带1成贷款额的保证金之后就消失 另一手法是假扮受害人的家属 声称被捕要求保释金 警方趁骗途收取保释金的时候 拘捕两个男人 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多10个人 包括集团骨干成员和学生 警务署署长萧澤宜出席一项活动启动礼 说希望社会为青少年提供更多发展平台 青少年朋友需要的往往就是一个 可以赞放光芒的平台 成就他们的无限可能 我和所有关心青少年发展的持份者一样 都很希望有多些有心人 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成就未来的平台 但是怎样才叫做合适的平台呢 怎样才可以吸引到青少年去利用这些平台呢 我觉得合适的平台最基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适合青少年朋友的兴趣和需要 黄大师民政事务署 和东联社会服务基金合作推出计划 协助青年学生作精涯规划 包括安排参观超过30家企业 日本有调查显示当地酒店业严重人手短缺 未必能配合政府开放边境之后 入境旅客急增的需求 在东京以北的栗木园、鬼路村 这间传统酒店因为温泉和美景 吸引不少海外的游客预定 不过早前受到新冠疫情封关所影响 酒店到现在仍未招聘到足够的人手 目前只能在每个房间设置平板电脑 为住客提供酒店的即时资讯 根据当地一间机构8月底所做的调查 日本近7成3酒店说 全职员工人数不足 比例是所有行业当中最高 日本星期二开始开放免签证自由行 并撤销每日入境人数上限 有专家就认为 随着入境旅客人数上升 业界应该提出改善方案 改善方法以保证服务质素 德国铁路因为电缆被破坏 令到北部铁路网络停运近三个小时 交通部长认为破坏有针对性 当局已经展开刑事调查 德国西部交通树柳汉威的中央火车站 星期六擠满等候搭火车的人 德国铁路公司发声明 说对铁路运输极重要的电缆遭度破坏 北部铁路交通星期六早上 需要停止服务接近三个小时 公司早前说铁路停洗的原因 是无线电通讯出现技术故障 铁路虽然下午恢复运作 但仍然不稳定 铁路公司警告 说有班次取消或者延误 除了影响往来不来梅 以及汉堡等城市的铁路服务 前往丹麦和荷兰的国际铁路也受影响 交通部长维新表示 由于两个不同地点的电缆遭到刻意破坏 北部所有火车需要停运 影响长途客运 区域交通和所有货运 又说破坏电缆明显有针对性 当局正展开刑事调查 联邦警察说电缆遭到破坏的位置 分别在首都帕林斯郊 以及西部的北来因威斯特佛利亚州内 北溪天然气管道上个月遭到破坏之后 欧洲各国表示会加强保护关键基建 今次德国铁路破坏事件更加野气关注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宜报道 简报写警方倒破一个网络倒博地点 扣查最少267个外籍人士 大部分是中国人 简中时报报道 警方前日采出行动 特径搜查金边一栋住宅 扣查的外国人包括256人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 也有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人 当中210人并没有护照 报道引述警方消息指 一个中国静男人透过副手上的社交网站求助 声称遭到网络倒博公司禁锢 警方于是展开行动 简报寨政府说 当局自今年8月中展开打击人口贩卖 和非法倒博行动以来 一共交出118个外籍人士 拘捕和起诉67个本地和外籍疑犯 日本发生网上情缘骗案 一个65岁的女人 怀疑被一个自称国际太空站太空人 诈骗大约440万日元 只合大约23万港元 日本放送协会引述警方的报导 住在资学院的事主 今年6月透过社交媒体 结设一个自称在国际太空站工作的外籍男人 那个男人不断向事主示爱并求婚 又声称希望尝绝日本工作 但就需要负担火箭费和降落费等等 返回地球的开支 要求事主汇款 事主先后5次汇款 一共大约440万日元 其后由于那个男人仍然不断索取款项 事主怀疑之后报警 警方以诈骗案展开调查